美好 就是我热爱这块土地 热爱我们这个家乡 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 慢慢就了解了我们圣州 它的历史 包括外年小王山 千年唐寺之路 包括我们圣州的六局发源地 还有我们前人的一些 我们近代的一些艺术家 包括刘温熙 球杀 包括我们圣州的音乐家宁光 等等这些一个小地方 能够组织这么一个大的 这么大的有名的艺术家 其实这个对我感受很深 这个对我的一个 从事追求的我的艺术道路上 带给我的很多的一些起敌 跟他们的一些榜样 当然你说要遇到我一些磨难 那太多了 你要去从事一个工作 肯定会带来一些很多的一些困惑 跟苦恼 当然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说 你要去科目他 怎么去科目他 去经历这些磨难 当然我自己就想到一句那个 丹丁的伟大的一个意大利的诗人 他有这句话 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迷茫和困苦 是不可能达到自我觉醒的境界 我想这句话还用到我身上 也最恰到不顾 从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然后我大胆的创新 一个是粗犷 这是我第一个系列 第二个系列就是我整体 大观 比如说我的世界首脑 千人脸谱 还有百脸谱等等 这些都是我在创新过程中一个突破 我想艺术上 不应该老师停留在原来的地步上 所以我经常才自己告诫自己 艺术上的俗代表终极 生才代表发展 作为我一个民间艺人 我直耕于我这块热土 我们家乡的热土 我想今后我会创造成更多的作品 不包括是艺术作品 包括我其他方面的作品 所以说我最近画了一百幅的就是 乐乡民俗风情 就是把我们慢慢消失的一些记忆 我们的传统的东西 我把它画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它慢慢失去了这个童年的记忆 包括我们童年玩的一些滚铁丸 打横旁 包括我们一些单舞 我们一些立下 我们很多的优秀的 中国传统的东西 所以我从画面把它去表达出来 我想今后我也是需要做这方面的事情 不包括是艺术 包括我们一些绘画 包括其他艺术的领域 也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留给我的时间可能也不多 但是你就是要去扎住时间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我想这样才对得住自己 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母 也对得起我们这个 算起水后层长大的那个土地嘛 甚至于想要有所谓的 相会是自己的 还是来两次去做 我可以做了 那就是不应该做了 那是一类一类 有条件 他有位置